中国著名的昆曲艺术家张军携带他的作品《我哈姆雷特》 第一次来到南法这场艺术盛宴亮相 惊艳四作 用中国变奏的方式来致敬沙士迪亚这部原创的作品 同时也致敬沙翁和汤贤族 这两位在同一时期在东西方分别叱咤风云的百年戏族 《哈姆雷特》这部剧对于西方的观众来说 可谓是老少皆知耳熟能详 但是用中国昆曲的方式来演绎爱与仇恨 光明和黑暗 又会是怎样的呢 唐贤族式的昆曲的中国式的经典 和沙士比亚德哈梅特经典 大家融合在一起 其实没有谁来演绎谁 我觉得大家是平等的做一些对话和理解 所以你在看我的时候 也在看你看你的时候也在看我 看昆曲的时候也在看 看沙士比亚 看沙士比亚的时候也在看我们的手里扯法 一夜之中 最阴森之时 那吹美光亮 将你去不分手 我心中 必先变乱我的爱情 父王说你要给我去复仇 那阿菲娜的扯是不 生命是重要的 爱情是重要的 不要复仇 忘记仇恨吧 然后在这个拉荷扯当中 Harmony to be or not to be 就是一个question 我觉得这个也是昆曲在表达人物的时候 特别擅长的一种悉尼的解读 昆曲跟中国戏曲的特色叫城市 最后这个表现是说我哭 他这些喜怒哀乐跟情感 都是变成城市化的手段来表达出来的 所以也是自己在三十年以后 对于自己藝术生涯的集中的展现 又是调 花蓮又是蛋卷 又是小花蓮 那个在闭手眼的卷默人 所以这些都是城市的一个 比较综合的呈现 我其实这次非常谢谢 上海的静安区 戏剧股能够 请我到阿弥勇来跟大家分享 真的是全程有戏啊 突然街上走过一群人 合枪实弹的 其实是警察 但在那一刹那街我现在想 是演员吗 是在演戏吗 是生活吗 是舞台吗是艺术吗是戏剧吗 我觉得最伟大的地方是你在这个地方 这一切都模糊了 你进入这个阿弥勇之后就发现 表演又不再是表演了 一切都这么在发生 我就伟大 直到有一天我希望在中国 也可以很自豪说 我们也有像阿弥勇这样的艺术节 等等等等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努力的一件事 阿弥勇女文续节做了72件 其实在国内的话也是九副盛名 我们都是带着更多都是带着一种非常谦卑的心态来学习的 甚至是说朝圣也不过分 不到十岁的年轻的孩子看到了一个72岁的 经验丰富月历丰富的一个爷爷 祖辈 然后呢其实相互之间产生的交流 是非常有意思的 其实我们更多想探索的是一种戏剧和现代的城市的人文精神 和一个空间环境的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效果 以及说我们希望对现代城市人可能生活节奏比较快 然后心理上是会比较压力大 然后有一些焦躁的这样的情绪 能够以戏剧这种艺术形式 给到他们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和探索美的追求